走 你快起来带你去路由 走 洗这个电瓶去 那个哥哥去哪由我去去的 今天邓哥他下班人不舒服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了 刚刚他有点发烧 所以我现在带他去找个 找个幼儿店或者医院去给他看一下 要不我来去吧 我去 我们出发之前操了幼儿店 然后我们搭航过来 当时发现在别人小区里面 他们里面是要等几点 肯定是不可能让我们进去的 现在我们只有在别处再去找一圈 终于找到了一个幼儿店 对啊 多几千 行 拉得厉害吗 脏 从下午1点到现在上了三次 你弄个体温机给他烤一下温度吧 我感觉我有点疯 我感觉我下午下班里有点疯 没有 正常上次6.5 对 正常的 我怎么感觉我有点疯 你还有没有提到这张吗 没有 他就是肚子上了四次厕所 我喝完 我中午吃完饭 那瓶冰冻的水喝完我就感觉肚子不舒服 然后晚上我摸他有点烫 他说他好烫 我摸了也好烫 也当好运不烫 现在估计不是发烧 发烧不是骑车过来的吗 不是 他现在不是发烧 如果发烧是一直会烫的 他就是 要么是你吹了 手冷了 摸到他那里觉得他烫 要么就是他当时有点体温偏高 就是37度多一点 这样子就好像女人才冷的那一段时间 体温偏高这样子 不是太严重 就这个可以了 那会儿要的就37块多还贵啊 39块多啊 嗯 外面的油 刚刚我们来这个油店给灯哥考了一下体温是正常的哈 那个医生说他应该是没有发烧 但是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都比较重视 嗯 因为为了自己 为了别人嘛 所以这个安全必须要重视起来 下次呢 我们就回家了 灯哥今天下午就捞了4次肚子 然后他下班回来的时候看他不舒服的样子 我又摸他有一点烫还把我下了一跳 但是现在来浓了油 终于放心了 你太倒霉了 那个店没准备的店了 只能骑一个人 灯哥慢慢骑回去了 我下来走路 不过 幸好我们的宿舍快大了 大了大了 到宿舍了 拖子都跑不上去了 爷爷爷 拖子都没事吧 好了要吃就好了 咱先休息了 今天晚上虚敬一场 不过确定没事就哈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讲拜拜